我身后的这间老板娘非常有个性 可不是你想要吃就来吃 为了吃它我足足吃了四次的闭门羹 今天要来介绍在我身后的 炒饭 这是我心心念念同久了的炒饭 也是我苦苦哀求 老板娘她才炒饭给我吃 炒饭没有吃过 老板娘炒东西真的非常的卧气 我之前吃过她的炒过条 这个炒饭也是继承的那一够 波气重重的原味 而且她炒的真的是立立分明 没有切的很脆 所以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半香 跟她整个口感 里头的配料也有酱油脂 酱油脂也是非常新鲜很脆的 她整个调味是重口味的 我发现这个炒饭里面有个比较动趣的部分 她有把一半一半的小洋葱放在炒饭里面 保留她原本的感觉 增加了洋葱的脆点在里面 整体去综合她这个重口味的调味 太假了 接下来试的这就是这一档的常住炒过条 吃进口里 咦贼里面就是慢慢的肉 它一点辣 它酱油上面再调了一层辣的香气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油量的表面 而且一定是把握头洗得比较干净 它整叠里面吃下来没有半点那种焦掉的味道在里面 烤红非常强烧 西方虽然不大 但是每一盒都非常的饱满多汁 它惯用了炒饭的做法 但是这比较像是整盒煎蛋的感觉 蛋黄跟蛋白它是有混在一起的 这都非常的香 安地真的很会炒 安地的炒饭跟炒果条值得等待 每一口都真正拖重了我最喜欢重口味的人